高八公尺 璀璨輝煌的主燈 精犬浮旺 祈求新的一年大家都能裁員滾滾 好運旺旺来 新北市政府今年特别与各大公庙 集散农区宗教文化发展协会合作 在大台北都会公园举办盛大的祈福灯会 除了规划无处传统与科技兼具的主题灯区 也邀请两岸国宝级花灯达人 展出多项精彩作品 这个最大的特色就是说 我们用传统的花灯来展现中国人 过去这个过灯节的这样的一个节庆 那这一次我们新北市的各大寺庙 还有三重宗教文化发展协会 很多寺庙共同来参与 来大家来认养这些花灯 那另外一个特色就是 南京来的秦淮灯彩 他们也做了很多传统的花灯来这里展出 除了五大主题灯区外 草地上还有五十只小狗 所组成的欢喜旺旺来登区 这些微妙微笑 模样可爱的狗狗相当吸睛 已成为大人小孩争相拍照的景点 另外主灯旁还设置一台巨型扭蛋机 希望增添祈福乐趣 这个灯会可以讲十几年来没有在我们三重办过 那这一次的灯会选在我们这个大台北都会公园 这个场地非常非常的漂亮 有大片的草地 绿草如荫还有池塘搭配着交通的便利 它就在我们机场捷运三重站的旁边 希望我们尤其我们三重区的市民能够带着你的家人小朋友到这个地方来欣赏这一次难得精彩的灯会 这次大陆祈福灯区是由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情怀灯会与国宝局传人共同打造 包含中国未十足的夫子庙牌楼 以及由48根佛守柱装点而成的长廊 无限延伸 气势磅礴的景象 美不伸瘦 新北市望来福来祈福灯会 展出期间从3月1日至3月18日 民政局欢迎民众踊跃前往参观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轮轮红采访报导